您進到這個OneNote平台之後呢 您可以從上面這邊 有兩種方式可以進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平台 一個是比較標準的會員登錄 您可以選擇這個 用社群帳號或者使用E-mail 那如果您要E-mail註冊點下面這邊 這樣也可以 就打上您的E-mail姓名 那它會寄一封真正信給您 如果您是跟社群帳號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登錄Google 或者是Yahoo Windows就直接授權就好 那比較不建議您用Facebook Facebook部分的話 有些人那個隱私權 設的比較嚴謹可能會登不進去 那這是比較標準 如果您覺得我就先來試看看 那也可以您就直接先用訪客的 先用訪客 您到上面這邊滑過去之後 有沒有一個取得訪客代碼 它就會給您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待會呢您就可以進去 那下次如果您還想要繼續使用 就把那個八位數代碼在這邊打進來 您所學習過的紀錄 有做的筆記 有加入的課程 群組就都會在裡面 所以這樣一點了之後呢 這裡就有八位數代碼出來了 就有出來了 那我了解 這樣就會進到裡面來 就可以進到裡面來 那您到了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先編輯一下您的個人資訊 好個人資訊在信跟名這邊改一下 這樣就會知道您是哪一個 那如果您是用社群帳號進來的 這邊所改的不會更動到你原本的那個 像Google啦或什麼 Windows Yahoo帳號那個名稱 純粹是在玩弄裡面顯示而已 好玩弄裡面顯示 那我們今天的資料呢 主要會放在哪裡 發現裡面的這個群組 好群組比較像班級的概念 一開始進來是在這個課程 所以你按這個群組 那您現在就會看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 好就在這邊 所以您從這邊把按下去 按加入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您就會進到我們今天的資料裡面來 好那您手上拿到的講義 我在這邊也有放 好也有放 好那我們的簡報也在這邊 好也在這邊 那麼今天我們所有資料呢 都在任務裡面 都在任務這個裡面 待會老師您就可以先註冊一下 這樣OK嗎